提着两个人头的雷塞直勾勾的盯着车内 他告诉秋自己并不想杀人 杀这两位是想让秋等人认清实力差距 并表示只要留下电刺 自己就可以放他们一条生路 而秋当然不会接受这个交易 二话不说猛踩油门驾车离去 见此情景的雷塞失望地叹了口气 而后转身追击 一阵爆炸声过后 雷塞已经落在了秋等人的车顶 就在雷塞一边抱怨汽油会烧焦汽车 一边抬起手来准备攻击之时 远处一击飞踹袭来 尽管雷塞立刻使用双手抵挡 但依然被踹下车去 来者正是接到邱支援请求的暴力魔人 被暴力魔人踹飞的雷塞缓缓站起身来 暴力魔人则乘胜追击 仗起腿部肌肉向雷塞砸来 令暴力魔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用尽全力的一招 竟被雷塞一条胳膊轻松挡下 落地的暴力魔人还未从刚刚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雷塞就已经摆好了战斗架势 称赞了一番刚刚的攻击后 直接向暴力魔人宣战 剑子行警的暴力魔人瞬间改变战术 对一起赶来支援的小小红大喊 战略性撤退 这个人比我们厉害得多 随后迅速溜进附近的建筑物中 还礼貌地与雷塞告别 与成功跑路的暴力魔人相比 小小红就没那么幸运了 刚刚赶来的他 现在已经被吓得腿软 无法行动 见雷塞看向自己后 连忙跪地求饶 边哭边大喊对不起 还说自己回去就辞职 雷塞确实也没有为难他 当即动身 追击已经跑远的邱等人 通过爆炸的推进力 在空中行动 并立刻被天使恶魔发现 天使恶魔发现雷塞的时候 雷塞已经落在了 邱等人旁边的货车车厢上 他不紧不慢地 从车厢尾部走向车头 虎视眈眈地注视着 邱等人的车 邱也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 都不会把电刺交给雷塞 真到了紧要关头 就直接开车撞过去 而此时的电刺 已经从昏厥中苏醒 在大致了解了当前的处境后 尚未完全恢复的电刺 在邱的强烈反对下 变身电剧人 切开车顶 准备迎战雷塞 我疼得要死的时候 又乱成江湖的大脑 自自欺欺地回响雷塞 怎么我认识的女人 个个都想要杀我呀 所有人要的都是电剧的心脏 难道没有一个人 想获得电刺的心吗 电刺沮丧 而又愤怒地控诉着 听了这话的雷塞 十分认真地告诉电刺 自己对它是真心喜欢 这样电刺颇感欣慰 但这一情绪 立刻被邱赫指 求大声提醒电刺 别相信敌人的话 还吐槽电刺太好骗了 电刺则傻傻地感叹好险 说自己差点又上当了 而后朝雷塞大喊了起来 我才不管你为什么想杀我 回忧马骑马就够了 其他无所谓 听到马骑马这个名字的雷塞 心头一惊 他称马骑马为魔女 还告诉电刺 如果是在为他办事 那就算和自己一起逃走 也没用 并颇为遗憾地感叹了一句 真是可惜 而文婷此言的电刺 也不甘示弱地反枪了回去 哼 我就不该和你接吻 真是可惜 总之 如果再有人因为我死掉 我会睡不好觉 所以我要逮捕你 你被逮捕了 电刺说完 立刻从车顶一跃而起 跳到雷塞面前 雷塞也欣然应战 还说自己会教电刺如何战斗 电锯人与炸弹人的激战 正式拉开局目